各位,我这里有两本书,给大家看看啊,两本 一本呢,是匠牵小系列的啤酒之家的冒险 一本啊,是高木冰光的本格算是神作了,能面杀人事件 这两本书为什么拿出来给大家看,说要聊书吗?并不是 而是我前些天啊,在做其他节目的时候,无意间得知 这两本书,一本定价是26元,一本定价是28元 我买的时候,我记得还是打七折不八折买回来的啊 就是在新华书店啊,这一类的普通书店买来的书 可是呢,最近也许是因为没有再版啊,所以存量比较小 也许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这两本书在二手市场上都被炒出了高价 真可谓奇货可居啊,早知道当初我买的十本放在家里 现在把它卖掉,能赚一个三个一大作钱恐怕都不止 你说好像像啤酒之家一奖一百多块钱一本了啊 那当然这种情况啊,可能它还是有一定的市场根据的 就是它的这个存量比较小,然后迟迟没有再版 然后这个书也比较经典,尤其像将前小系列啊 它是一个系列嘛,可能缺这么一本两本 让读的人呢,很不舒服,所以它被卖出高价 我倒是能够理解,虽然其实我不觉得这两本书有多少收藏价值 因为它不具备虚缺性啊,哪天随便再版了 新版的和这个版本的看起来也是一样 也许新版的质量还更好,对不对 它不是送版书啊,说收一本少一本 这个我觉得被炒出高价来啊 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二手的这个炒货商的行为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价格能被炒上来 就像PS5啊,这个能被炒出高价来 虽然是黄牛可恨,可是起码来说它有市场需求 它还是形成了一个,虽然一边骂一边还是去买的 这么一个市场价,对不对 可是另一方面啊,我们如果去闲鱼啊 或者类似的二手交易网站上边去看 尤其是C2C的,那种什么我把它先收回来 然后清理过,然后鉴定过,再去卖的呢 可能价格还比较理性 这种C2C的,就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交流的网站啊 二手交易的网站,常常会出现什么呢 所谓的传家宝 就这玩意儿啊,你一看这什么烂玩意儿 你就敢卖这个价,一个已经使用过的安全防护措施 我靠,你卖两百块 哎呦,这怎么回事 一万你这玩意儿怎么能卖出这么价 哎呦,这是我当年啊 第一次这个搏击沙场的时候保留的东西 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 可是对于你意义重大 跟我有一毛钱关系 我看到的就是一个二手烂货呀 对不对 可是他卖出很高的价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 可实际上我们如果去咸鱼 常常会看到有所谓的传家宝 就这个东西根本市场一钱不值 可是在咸鱼上挂很多的这个很高的价格 当然也就无人问津啊 这个很正常 可是由此我就想到了一点 为什么咸鱼上那么多 不光是咸鱼 很多二手交易网站 你如果你去eBay看 也是一样的啊 有理性的卖家 理性的卖家 也有些神经病卖家 把一些根本一文不值的玩意儿 挂到很高的价格 就这些传家宝到底是什么心态啊 当然我们要先排除叫有一些人 他根本就是搞笑来的 随便乱挂一个价格 有人买就买 没人买就落倒 反正就是这种心态的人先不说 那剩下的就是有一部分人 他是真觉得他挂的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呀 我觉得我这东西真值这么多钱 可是买家一看就觉得 你绝对是门被这个头啊 被门反复加过之后 你才能定出这种价格来 对吧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啊 我来和大家聊聊 其实从这种心理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啊 这种东西很好理解 这个就在于我们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三个迷思 或者说三个这种怪诞的荒诞的心理 第一个就是我们人啊 普遍对于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 产生一种不可自拔的迷恋 进而高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举个例子 就这个东西不是你的 是别人的 你去看的时候 如果不是说啊 酸葡到心里 故意去挑刺的话 你也基本上能够站在理性的角度 去对他做客观的评价 比如说这个东西啊 说这台 有人买了一台一双限定版的球鞋 你就一看说 哎呦 这双球鞋是还不错 可是你没看到吗 这双鞋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啊 你的 这已经 这个脱胶了呀 对吧 这已经有问题啊 没事没事啊 这这 对吧 这个他说没事 可是你说你脱胶了 不对啊 你这个线啊 缝的是歪的呀 你这款可能做工有问题啊 就是你能从理性的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挑刺 可是大部分时候 不是你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能从理性的角度去看 然而这个东西 一旦是变成你的之后呢 你就不这么看了 你就再失去了 这种公正性和客观性 我们有一句俗语啊 叫做拉力头的儿子自家好 就什么呢 说这儿子 这小孩啊 其实头上一个坑一个坑的 就是所谓拉力头啊 鬼剃头 可是呢 只要是你自己的儿子 哎呦 这拉力头多可爱啊 如果是人家的儿子 你一看都说 哎呀 你知道头发怎么搞的 赶紧去看吧 这有问题啊 可是如果是你自个儿 哎呀 多可爱 看上去一个坑一个坑的 哎呦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就是这个东西 一旦变成你自个儿的时候啊 你失去公正性和客观性了 那么所以当然来说 你就会觉得他好啊 对不对 永远是这样 拉力头的儿子自家的好 这东西只要是你的 你怎么看怎么漂亮 怎么看怎么舒服 但凡是别人的 你就能公正的看 只要是自己的 你就只看见好 一页账目啊 不见泰山了 这第一个 心理就导致你容易挂高架 因为你真的觉得他好啊 你挂高架 第二个 就是我们人在卖东西 或者说在付出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往往注意 尤其是在二手买卖的时候啊 比如说 我把这本书啊 随便说 现在假设卖一百块钱 我要把它卖掉 其实一百块钱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了 对吧 你二十几万钱买的 方法一百块了 你把它卖掉 可是不是 你不是这么想的 因为人在卖一样东西的时候 往往更关注的是自己失去了什么 而不是得到了什么 就如果正常的想法 我卖一本书啊 你二十几块钱买回来的 二十块钱买回来的 现在能卖一百块 你会觉得 这赚了 我赚八十块钱啊 我怎么怎么着的 五倍价你还要怎么着啊 你肯定是 这个是正常的想法 是吧 可是其实不是 真的我要卖的时候 我不那么想 我就想 哎呀 不过就是卖一百块钱吗 那我这本书没有了啊 万一有一天 我把降纤小系列的其他的收集齐了 就只差这一本的时候 怎么办啊 你你你会这么想 是吧 那就包括啊 我像这个前段时间 去年 因为实在是经济周转不开 把我的这个PS4的 这个五亿限定给卖掉了 卖的时候 当然卖的价格 其实也还可以吧 反正不算黑 但也不也 反正我就 反正其实价格卖低了啊 你看你总觉得自己价格卖低了 但最关键是什么 我卖的时候 我就在想啊 说哎呀 今天我卖掉了 以后想要再弄回来 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或者要花很高的价格卖啊 什么的 心里真的好难受啊 真的是好难受的感觉 哎 这种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你关注的 是你失去了这台机器 可是你没有想 如果你不满 你得到了你卖机器的钱 同时你能度过眼前的难关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理性选择 可是你不会这么想 你想到的就是你的机器没有了 以后想要再买回来 恐怕也没有机会了 对吧 所以这是第二个心理 就是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 我们失去了什么 而不是得到了什么 第三个 就是我们对于一样东西的认知 和买家和卖家 对于一样东西的认知 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我买了一部手机啊 随便说 一万块钱 我买了一部手机 手机呢 用了三天 用了五天 还很新啊 甚至你膜都没有截掉呢 你特别新啊 但是你突然觉得 我要把它卖了 可能我没钱 或者家里有什么事 我着急卖 所以一些一万块钱买的 你觉得 我这跟新手机有什么区别啊 我这就用了三天五天啊 也没划痕 也没什么 就跟新的一样啊 我一万块钱买的 我九千五百块钱卖 三天就便宜了五百 还不够意思吗 九五九千五卖很可以了吧 你卖家是这么想的吧 对吧 可是坦白的说是什么呢 除了卖的人是觉得 哎呦 这个就跟新的一样啊 只有卖家会觉得 这是新的 所有买的人看来 就是你这是一台 很新的 没错 可是你是一台二手手机 那我们这个有一句话 比如说超跑就说啊 这个落地减一半 就是你轮子只要在地上滚过了 你就是二手车 你价格就减的多的多 根本不是你想的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新的 我几乎没怎么用过的 可是从买家的角度来说 你这就是一个二手啊 甭管你是用了一天还是两天 你这是这个七进七出 还是这个 这个指导黄龙了 反正不管怎么着 你这就是二手的了 那你怎么能卖九千五百块钱 你疯了二手机器你按新机器卖啊 你二手机你最起码便宜百分之三十 你七千块钱卖 我还算认了 因为你这个九九成新 对不对 所以买家和卖家呢 他看在同一个东西 他的角度和看法也不一样 就是卖家觉得这机就是新的 买家就觉得你这就是二手 对吧 这个也会使得他在挂的时候啊 这个出现价格 买家卖家心里会觉得你的这个价格相差太远 所以我们最后再来举一个啊 简单的例子啊 随便说了 比如说我这有一台V啊 有一台V啊 当然这个品项一大一塌糊涂 后面这盖都掉了啊 但假设他很新啊 我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我们来假设一下 这台机器我当初随便说两千块钱买过来 买过来之后呢 我保存的特别特别新 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啊 随便说玩了这个射箭啊 玩了弓箭玩了半天 最后说你弯弓射箭 你这不能光在游戏上玩啊 这你就变成了别的故事 总之就是很新啊 两千块钱买过来 然后呢就玩过几次 一直放在家里保存的很新 有一天我要去卖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两千块钱卖的 然后这台机器跟我还有弯弓射箭的 这个美美好的回忆啊 然后又特别特别新 那不管怎么着 我觉得我至少要卖一千五百块钱吧 你是这么想是吧 而且你还觉得卖了这个 我的美好的回忆也失去了 我的游戏机的收藏少了一步了 我这个心情已经很郁闷了 一千五百块钱 这个卖给你跟减了似的 你就是这么个想法 可是买家觉得 你大脑通掉了 这么多年前的一台机器 管你新不新呢 你按新机器卖啊 这玩意五百块钱 我都嫌贵啊 你卖一千五百块钱 你不是疯了吗 然后呢 你挂在咸鱼上 是吧 就被买家 就被买家截了个图 然后发到论坛里 你看又出现了咸鱼 咸家宝 传家宝拉 这个破机器敢卖一千五百块钱 是不是大脑通掉了 对吧 就成了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其实我们在咸鱼上 出现那么多 或者二手交易网站上 出现那么多 所谓的传家宝 就是定价明显是离辅的高的 除却故意搞事的之外 有很多就是这三个心理在作祟 朋友们记得了 所以自己要卖东西的时候呢 也要反复的这个 问一下自己 我是不是陷入了 这三种荒诞的心理之中 那买的时候呢 如果对方开出了一个你觉得特别离谱的价格 不买就可以了 其实也没有必要嘲讽 也许人在卖的背后 心里不知做了多少斗争 是吧 当然啊 这个黄牛什么奸商 那可不存在 说黄牛炒炉一千台机器 说哎呀 这一千台机器对我意义重大 所以我什么怎么怎么着 不对啊 这就是混蛋啊 这就是这个建立妄议 坐地起架 囤积极极 囤积极极啊 能够顺利吧 那还是要做广告呢 一直没回无息 这个临时也都没发 可是我看还是不少朋友买了 谢谢啊 我回去就赶紧的去发 那除去临时包啊 随时随地的高效的补充批判能量啊 这个之外呢 还有各种有趣的收费节目啊 风简游人 每一期的价格其实都很低 只不过有些节目一次是五十期 那当然相对就贵点 对吧 还有呢 就是马卡龙 马卡龙是圣诞限定的 在圣诞节前就不卖了啊 这个然后下次想要再买的时候 可能就要等到其他的大节日 也许是春节 也许是什么节了 所以呢 这个送送礼啊 亏赠一下自己尝尝都不错 总之啊 谢谢各位啊 这个那咱们下期啊 淘宝店啊 注意啊 呃 光顾一下蓬蓬肠啊 谢谢各位 咱们下期再见